如何用吃来拯救地球呢 根据全球足迹网络所做的估算 如果我们可以减少食物浪费 大概一半的量的话 那么全球超载日 就可以往后推迟13天之多 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数字 这是联合国环境署 在今年所发表的 粮食浪费指数报告 2022年 全球粮食产量当中 有19%都是被浪费掉了 相当于10亿5000万吨 是2021年第一份报告的 将近两倍之多 但也因为这些损失跟浪费 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要如何有效地减少食物浪费 现在最夯的AI科技也投入其中 我们先看报道 整袋厨余打包拿去丢 全球每年因为丢弃食物 制造的碳足机就高达20亿公吨 其中很多是在运送的过程 造成损坏 预估全球一年有高达13%的新鲜食物 在冷藏运送的过程当中被浪费 相当于可以喂饱9.5亿人口的分量 但其实冷链运送成本并不低 因此要达到足够的效益 包括AI等新科技都是最好的顾问 大数据运算也能帮助业者完整利用 现有的冷藏空间 就連半導體業者 也沒在冷鏈物流當中缺席 新創公司研發出來的 智冷晶片 不再需要壓縮機 還有冷煤就能進行冷卻 要用全新的科技溫控 大搶低溫運輸的商機 尤其在生鮮食品 網購市場越來越蓬勃的時代 這樣全新的冷藏方式 能更加便利的運送 還有追蹤生鮮食品 這可能是很便宜的 在商店裡 它們使用貨店的壁壁 那麼現在每個都市場 都失去到$13 在商店裡的運送 Phanonic發生了 電競 LZ 不只電腦 包括放進去 電腦採和炒炒 但也有給予 商店的確定 從時它們發送 到時它們拍拖 尤其现在更多民众 重视无毒有机 希望购买不含防腐剂的 生鲜食品 再庞大的需求量 低温物流 渴望摆脱百年以来 都一成不变的冷藏技术 利用科技完成 新鲜指送的任务 我们刚刚提到了 绿色和平组织 他们提出的 第一探生活四个方案当中 方案一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少肉多酥爱惜食物 以植物性的饮食 来取代50%的 全球肉类消费量的话 说是可以延后超载日七天 但是具体来说到底要怎么做 如何用吃救地球呢 这段节目我们就请 绿色餐饮指南创办人黄俊成 俊成你好 凯文长你好 是 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冷链的技术对不对 除了冷链之外 听说现在AI科技 也可以帮一些忙 像是在美国我们看到了 有一个APP叫Too Good To Go 这个APP 听说可以用AI科技 来帮助大家减少盛食 成为了很多小资族的罪爱 他们是怎么做的 不管是欧美的To Go 或者是像日本的Tame Day 他们都是以标榜 前一天餐厅他用不完的食材 然后他会在平台上发布讯息 就是第二天你再来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无菜单料理 而这无菜单料理的内容 就是我前天用不完的食材 所以对他们而言 有点像是来开箱一个惊喜包这样子 另外一方面 因为是前一天用不完的食材 所以民众有可能会用可能三折 或者是一折的价格 可以买到一样的一个套餐的价格 但是像日本的话Tame Day 他就会要求是说 如果你来这边享用 我一个50块的一个套餐的话 你会要求他在现场要点一杯饮料 所以也许他最后他进到这个餐厅 他的总消费金额不变 但是他会吃得比平常去点餐 要来得更丰富的餐点这样 如果他觉得吃得不错的话 下次即便我没有洗食餐点 可以提供给他的话 他可能因为觉得这间餐厅不错 他将来还是会继续来消费 这对餐厅而言 等于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方式 把原本不会进来我餐厅的客人 把他给带进来这样 其实真的是蛮双赢的 那么想要减碳谈到吃的话 也会鼓励大家 我们刚刚有讲 就是有没有可能用植物性的蛋白 来取代肉类 因为大家都知道肉类 是碳盘很高的一个食物 那么地球超载日的话 绿色和平组织 他们估算的是说7天 但是如果是根据我们刚刚所讲的 足迹网络的一个计算的话 他说减少肉类50%的话 甚至可以延后地球超载日17天 所以这个事情是蛮重要的 现在工研院有一个新的研发 就是像我们大家很喜欢吃蛋 但是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 但是在这个养肌 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碳排也是蛮高的 工研院推出的是这个 这个是植物蛋对不对 这个植物蛋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俊成帮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植物蛋它的原型 它是用藻类 不管它是微藻或是大藻 现在目前在除了工研院 有在研发之外 有一些民间的一些生机业者 其实他们也在这部分去钻研 所以如果以藻类去做成的 食物的一个底绩的时候 我们会叫做蓝碳食品 蓝碳的话它的 相对于我们现在在谈的绿碳 它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 因为藻类它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然后吐出氧气 但是它又在传统的定义上 它不能算肉 所以吃素的人口吃到 藻类的食物的话 它可以吃到动物性的蛋白质 但是它又不违反它的教育 算是吃肉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不管是从微藻或是大藻 这边所做出来的 它逻辑上它除了蛋之外 它可以仿各式各样的食物 可能是猪肉 牛肉 当然是说这里面它可能 所以以后的猪肉 牛肉 可能你吃到都是用藻类 去仿出来的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现场就陈列了植物蛋 其实买来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荷包蛋的样子 对不对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蛋黄的部分 这个就是它本来 它做出来的成品 另外那边的话 就是我们制作人 因为是美食家 他觉得煎过以后 看起来比较好吃 俊成有吃过 有吃过 它真的有蛋的感觉吗 有 其实它不只有蛋的感觉 它还有办法做出蛋黄跟蛋白 两者之间 你是分得出它之间的差异的 所以其实仿得还满像的 仿得已经满像了 但是其实在这种仿的食品当中 也是有若干的争议 对不对 对 其实它就是等于 它提供了一种 对于地球减碳的解方 就是说它利用加工食品 去仿出原本你要去吃肉类 无肉不欢的人 我还是提供你肉类的 饮食的感觉 但是我把它的食材的 背后的底基把它换掉了 当然有另外一派人 就认为说你为了要去防出肉类的感觉 或者说防出鸡蛋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加一些添加物 他可能就认为说 我希望你不要加添加物 可是它也许会是一个过程 就像俊臣讲 这可能就是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蛋它那个 我看到包装上面 他们号称的好处是什么 零胆固醇低热量跟零过敏源 就是说真正的鲜鸡蛋的话 它可能有的一些大家的疑虑 它透过这样的方式把它消除掉 当然最好的方式就是 能够救地球 又能够保健康 对不对 有一个很重要的主张 就是吃全食 什么叫做吃全食物 这种饮食法呢 全球健康风气渐起 加上保护环境意识的抬头 新饮食模式正在兴起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是云林工厂 这里有全台唯一 不止全台唯一 更是国际专利技术的 高速水流分离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 全食物细化技术 那在全副武装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准备消毒进去 一探骤镂镜 这是我们原料的调配区 那首先我们就会 经过这个上部的仁孔盖 将我们的原料 直接从这边投入 适量的调配水 去进行一个软化的制程 打到这个循环外切机 这是所谓的第二步骤 那在这个高速剪切分离的部分 我们就会把它做一个初步的切割 那食材的完全的粒子 都还是都是保留的状态 然后再寄执到我们的 这个专利的设备 所以它是高速在转小吗 对 我们是高速在旋转的过程中 因为就很像一颗苹果 你今天用一个高速的气流 去打撞它的时候 它高速旋转它就自动产生裂解 这独步全球的技术 又被称为土石流工法 透过让食物组织 清满水分后 再以单向外力的方式 让组织在高速下瞬间崩裂 就像雨后的土壤经过地震 容易发生土石流的原理 就能从原先的样态 进一步细化变成一体 在经过细化技术之后 就直接送到包装阶段 因为所谓的全食物饮食的宗旨 就是天然而且又完整 没有任何的添加物 以这瓶红枣核桃来说 里头就只有红枣核桃 黄豆还有超米没有其他的人龙甜颊 包括了肿皮难处理的纤维等等等 都能够透过细化进一步异化 翻转食物样态的技术 除了全穀物根莖植物 豆类蔬菜水果等 或是全坚果制成的坚果酱 都能套用 我们的细致化程度是比我们的法师还要更细 所以它进到我们舌头里面 它不会让你的舌头上面的感官神经 觉得有东西异物混入 所以基本上比头发100微米还要更细的一个尺度 所以你会舌头会感觉不到 然后很容易入口 然后可以帮助消化吸收 因为它可以减少这些 我们消化上面的一个负担 这一种食材完全保留 让它可以走向零盛食 然后也符合国际的永续发展指标 它绝对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除了技术的特殊 移物全食的特性 就是全食物饮食重要概念之一 基于只要能入口 就不加工 不丢弃的宗旨 除了食物本身高营养价值 对人体健康的注意 全食饮食也能同时达到真正 零排放 零废弃 对环境保护贡献一大推力 其实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个 全球饮食的习惯 巨大改变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最主要是三个方向 更全食物 更植物性饮食 然后减少吃肉 三个原因 一个是健康知识的普及 还有畜牧业对于环境影响的认知 更普遍 那再来是科学研究的一些证实 一般的豆类或古物类饮品 它们在加工的时候 一定因为口感的需求 一定会把质地比较粗的渣而去滤掉 就以豆浆来举例 一公吨的黄豆会产生两公吨的黄豆渣 那这个湿豆渣其实10%有效被利用 所以代表1.8公吨的湿豆渣 都要拿去被做掩埋 或是当食物废弃物来处理 全食饮用不滤渣 零流失的概念制造 保留了食材原本的全部原有营养 然后也降低了它对环境的影响 原型食物是当然就是不加工 它本来的形状是什么 我们就吃什么 但是全食的话它可能连外皮 比如说像地瓜皮或者苹果皮 我们更完整的去吃到一个食物 植物它本身为了要保护自己 虽然它在皮上面 它会有更多防御一些 黎菌病毒的一个侵犯 止化素的营养成分会更高 这个几个世纪 我们看到加工食品越来越发达 但是其实也造成了 我们现在民众的一些三高疾病 慢性疾病的罹患率也上升 重点要注意到这些的问题 当环境永续意识在全球蔓延 除了对气候 对产业延伸的重视 人们赖以为生的饮食 也在进化的列车上 好 所谓的全食物的概念 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天然完整 没有经过加工精致的食物 在食物最原始的状态之下来 摄取得到了完整食物的营养价值 好 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俊成看似很简单 不过这个三餐 大家常常都在外面外食 要怎么样身体实践好像有一点困难 有没有好的建议 其实如果在自己家里开火的话 我们会尽量是 也可以算是一种节省 比如说你买了一只鸡 以全食物料理的概念来讲 就是你尽量多学习 这只鸡的所有的食材的部位的 一个饮食的方式 比如说像台湾人 可能像牛杂糖也很有名 这个在老外来看 回头来看的话 其实台湾人是非常节能环保的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 在家里好好去开火的话 当然你可以选择我们绿色餐厅 这些绿色餐厅 他也会好好去利用 这些全食物料理 不过这种全食物的概念 好像最早是源自于德国 但是如果很多的各个种族 各个民族的老祖宗们 他们其实很早就有 减少圣食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是身体类型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把它截取过来的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的老祖宗 他逃生活不容易 有的时候我们会盛产 或是说我们在捕到鱼货的时候 会补很多 那是上天的恩赐 可是我们吃不完 以前又没有保存技术 我们就把它变成所谓的 比如说我们会把鱼封干 对 鱼干 对 或把它做成腊肉 在东方的话 我们也可能会做成像泡菜 这些的一些加工食物 可是在欧洲的话 它也会有 它可能像中间把它做成鱼鱼 的一些罐头 或说一些腊肉 所以其实保存食这件事情 它会造成各个民族 因应它当地的气候 跟它的饮食 它会产生所谓的饮食文化不同 而这个饮食文化是透过 节省食物的浪费 而再延伸过来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但是所谓的全食的概念当中 其中有一环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吃 圆形的食物 对不对 好 尤其还有很重要一个 就是要食在地 没错 这其中好像有一个模范 就是你们有选出来一个 这个是宜兰的投城休闲农场 它去年得绿色餐饮当中的 年度大奖是不是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也很值得 给大家参考 帮我们介绍一下 投城农场去年会得奖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餐厅 它透过饮食的方式去跟周围 地方的在地饮食去把它链接 譬如说它当地有渔港 它就直接跟渔船的船长 这边去合作 然后它的捕捞方式 也会相对的对环境是 比较友善的 它比较有特殊的一个点是 这个船长黄四扬 他组织了一个船队 就是他的船出去的时候 除了捕鱼之外 如果不小心被他捞到垃圾的话 以前的船员会把垃圾丢回去 他会把它给带回来 带回来这些外籍移工的话 他就可以以他捡到的垃圾的多寡 他可以去跟他们换毛巾 洗髮巾各种的日用品 有点小小的奖励 没错 没错 所以这样的渔获 如果可以透过餐厅的支持的话 其他就可以花更多的力气 去说服更多的渔船 加入他们的船队 这也是我们对于投城农场 这次会得奖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如果说一般的旅客 去那边游玩的话 有没有一些配合的一个方案 就是可以让大家共同 能够投入到这个所谓的 绿色环保的一个角色当中 第一个用消费是最直接的支持 然后另外一份投城农场 他们自己也有一些课程 或者去导览的一个活动 比如说他可能带你先去菜园 或者是一些投城的像是一些溪流 或带你到山上去看 经过森林的一个陶冶之后 然后再进到他们的绿色环军 去吃的时候 你就能够更能够感受到 这个食物跟环境之间的关系 而不仅仅只是把它当成 它就是一个食物而已 是 那我们刚刚讲到的 低碳生活方案当中 对于整个这个地球超载日 是有延后的一个效果的 最后是不是请俊成 再给我们大家一些 很具体的建议 我们要怎么吃 怎么样运用最好的一个观念去吃 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 其实以目前现在 全球的趋势来讲 我相信民众已经可以感觉到 地球暖化造成的一些效应 可能会突然暴雨 或者天气很热这样子 如果要求民众必须要去做 很多的永续行为的时候 其实他们会认为说 其实对我们来讲蛮辛苦的 从饮食里面去改变 譬如说你可以选择 尽量是有机的食材 它是对环境相对好的一些渔货 它不是在不正确的时间 去捕捞这个鱼 包括像蓄产或芳木蛋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从采购上就是一个最好 减少地球暖化的一个方式 是 我们如果能够从生活当中 去落实的话 其实为地球也是尽一份心力 今天非常谢谢俊成 来跟我们做这么重要的一个分享 稍后再一会儿我们再回到提官典 好 地球超载日意味着我们有生态负债的话 这个后代子孙可是要来偿还的 所以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今天非常谢谢俊成来做分享 同时也谢谢您的加入 我是庄开文 我在提官典 下次同一时间再见了 拜拜